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芯游参与演出的芭蕾舞剧《胡桃甲子》就来公演了 这日芯游就穿着一身仙子裙 现身记者会跟大叔练习成果 看起来都真是有板有眼 芯游还说为了这次的演出 每日四个小时的练习上课 和推了不少工作 其实这次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 因为很少普通人可以给人提供一个机会 站在中心舞台做芭蕾舞剧 还有一个很喜欢的芭蕾舞剧 Nutcracker 每逢Christmas都会看到 这次也会跟一些很出名的芭蕾舞剧 一起参与 所以挑战性有 还有很期待 还有有梦想成真 因为你真的很少机会可以穿到这样 在中心舞台上 所以心情很复杂 因为怕运动得太激烈 芯游就听教练说 没有去到跑步 那怕不怕身形难保持 我这一批真的大胜了很多 他们有点紧张 变了肥膀 因为他们每个都是瘦到很Slim 又长 然后穿那些衣服才会看 所以我不可以被人说肥了 所以就需要看着动 不可以狂动又不可以狂食 不可以狂食 不太是瘦 不可以狂行 就有点拙派 ��船 CRIPING